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明天 云露上新鞋交ri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明综合医院四楼的这个病房 是一个末期病房 住着全市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病人 一路走来 医护人员的付出和关爱 让这一段路多了些喜乐 少了些泪水 这一天早上 彩鹅买了一包炒米粉 给她照顾的阿乖婆婆 彩鹅是安宁疗养院的护士助理 上班前 她往往都会打包一些食物 带给病房里的病人 阿乖婆婆的胃口不是很好 彩鹅总是哄着她 多吃一些 很酷 但她却没收到遍 如果私人一个地步 我通过必须的买给他们 偷偷了自己的尽量 我愿意 我愿意 他们愿意 希望他们不受欢迎 我愿意 享受生命 我们日常常在日常 感觉 他们愿意 让他们享受 在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79歲的阿乖婆婆患有默契的癌症 今年5月住進了這裡 在醫護人員的照顧下 她的心情很平和 媽媽怎麼回家呢 家裡沒有人家 在家裡 在家裡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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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乖婆婆住的關明綜合醫院 位於陽挫港一帶 這家社區醫院 專為貧苦的病人 提供醫療保健服務 不分種族 不分宗教信仰 這家醫院由原季的眼陪老和尚唱辦 2002年投入服務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領取社會救濟金的 貧苦老人 付不起醫藥費 在這裡工作的醫療人員 很多也是本著照顧貧苦老人 願意放棄原先高薪工作的醫生和護士 阿乖婆婆的主治醫生是李中盛醫生 她原本在私人醫院工作 關明綜合醫院投入服務後 她便到醫院的末期病房 我是本身是個佛教徒 我們也懂得說 生老病死是必經走的路 所以醫學如何發達 可是他們也有一種頂線 也就是說不可能說 每個病都可以完全根治 所以等到那個病情 真的是不能根治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這樣你不能醫了 我們就把你隔開 是啊 那個病人還是需要我們的照顧 我們還是要給那個病人那個愛和關懷 照顧阿乖婆婆的彩兒 原本也在其他的醫院工作了40多年 4年前 彩兒退休後 為了繼續奉獻自己多年累積的護理經驗 又投入了關明綜合醫院的醫療行列 我們不可以拿來做任務 我們不可以拿來做任務 我一個醫院 我工作 我工作 我維持錢 但你不可以 在這裡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想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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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想到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生命 你不想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 你不想到 你不可以想到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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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在末期病房工作 每天都可能面對死亡 這位病人是彩花 在節目播出時 已經過世 可是 她臨終前的那幾天 在醫生和護士的細心照顧下 她總是心情很好 那些病人過世 有時大多數都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畢竟我們跟她至少有了一些接觸 有時真的是無法避免的咯 這樣的話 每次都是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累啊 我就會去那邊出國去旅遊啦 上上行 這樣過後 recharge了 過後再回來咯 再一個衝刺咯 好 住院的這段期間 彩花叫彩鵝媽媽嘆 凡事都會找彩鵝 有時候 塑塑身體的疼痛 心中的寡栗 。 當時,我們見到他們太舒服 我會覺得她已經在睡覺 我 ac覺得她已經抱著她 她抱著她 後來 她都張開一張 夜 我认为她的怒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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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的怒惊已经结束了 她现在去一个地方 没有怒惊 每一个病房 每一张病床 往往都有着最最贴近人心的温情故事 唯唯叙述着医护人员 与病人之间互相鼓励的情谊 李中盛医生从关明综合医院正式成立后 就开始投入服务 一转眼过了五年 放弃了原先在私人医院的高收入 转到社区医院服务 李医生从不后悔 在这里她能够全心照顾每个病人 不放弃任何希望 私人医院方面 他们所专注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私人医院 他们要做某种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先考虑到金钱上方面 有没有回收 可是在一个慈善机构做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放胆去做 要你做的东西可以去做 而且你最主要的那个东西是那个病人 李医生就有一位病人 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 从末期病房转到了慢性病病房 62岁的吴来顺患有末期肾衰竭 现在病情受到控制 这边的人好 医生啊 副事啊 他们招待很好啊 怎么讲呢 因为你按您啊 有什么事 他们就来了 问你说有什么事 什么事咯 是这样哦 好像服务周到啊 来顺特别喜欢唱歌 每个星期五 有一组义工到观明综合医院来 和这里的老病人们一起唱歌 开心开心 来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义工们就推着他 跟着歌声到一层又一层的病房去唱歌 老人家都比较喜欢听老的歌比较多 我们有时会选一些新的歌给他们听 唱给他们听 要轻松的啦 给他们开心 都是轻松的 有时候人总是有一点 有一点音乐啦 让人家会觉得很闷 有一点音乐 听起来就觉得好听 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成闷 我觉得唱给他们听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很高兴 我也觉得高兴 来顺本来是个独居老人 来到了这里 个性乐观开朗的他 很快就和病房里头的其他病人成了朋友 日子并不难过 喜欢唱唱歌咯 开开心咯 跟朋友讲讲话咯 这边也是朋友咯 来久了就有朋友了啦 以前 从前来的时候很寂寞了 现在不悔了啦 每个月 官民综合医院 还会有一个外出活动 让一些病情允许下 可以外出的病人去交友或购物 病人要出门一趟并不简单 每个病人都得有人照顾才行 今天 来顺就和义工们到超题市场 大肆采购一番 来出来去哪里 我帮你呢 麻烦 我来收拼啦 那你今天来这边买什么 啊 道路啊 菜心馆啊 葡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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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啊 没有朋友 参加来面的人喔 没有人喔 这家医院里的病人 不少是单身的老人 日子久了 大家都认识彼此 任何有唱歌的场合 来顺从不缺席 这时候 往往也会看到李继昌老伯伯的身影 76岁的阿昌伯 仿佛是光明综合医院的亲善大师 只要一走入医院 就可以看到他坐在大门前 和来来往往的护士们打招呼 两年前 阿昌伯在一次中风过后 因为行动不变 住进了光明综合医院里的静谊寥寺 因为行动不变 住进了光明综合医院里的静谊寥寺 这都差不多 你说 有医院师復养你 你帮我站起来 没有人復养你 很麻烦 单靠医护人员来照顾两百多名病人 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幸亏有一群每天固定前来的义工们帮忙 他们带着老年病人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老人家能暂时忘掉肉体上的病痛 享有片刻的快乐 每个星期的烹饪小聚会 就是阿昌伯的最爱 这个时候病人们可以活动一下筋骨 切菜煮东西大展厨艺 最开心的时刻 当然是煮好食物后 可以大快朵鱼 大饱口福 帮助人是快乐之本 所以也要回馈世界 回馈社会 我初心是真心看见老人家 无依无靠 所以就发一个心来 每个星期来一次 天天上演着生老病死的医院 或许是最贴近人性的地方 一张张的病床上 一个个的身影背后 都有着一个人情冷暖的故事 每次走入关宁综合医院 四楼的这个病房 都会看到两老先生 陪伴着中风的太太 两年前 携手走过大半辈子的太太 进了医院 老先生就天天在她的身边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每天早上 梁老先生总是风雨无阻地 从直落布兰亚的住家 搭两个小时的巴士 来到位于阳挫港的 关宁综合医院 探望太太爱好婆婆 梁老先生 总是在医院待到晚上九点 现在当时收到这次生意 和去生意 产生的医院 能否做到免贴 可以交换 尽上来说 和这样的资料 学书的霉 影片是在这里 因此更新隔签 有結婚到現在 現在有一隊 第二世紀也有一隊 沒留拿的 夠不夠興啊 夠興你留宿啊 74歲的愛好婆婆 因為中風行動不便 住在西方療養室 這一天護士福妹 負責愛好婆婆的午餐 福妹原本在一家 跨國企業工作 兩年前她決定改換跑道 讀了護士課程 接著就到官民綜合醫院服務 對抗療養室 對抗療養室 尤其是非常困難 因為在我工作前面 這就是困難 尤其是困難 我們只要見到的數字 但我們在這裡 是關於人生的生命 和健康的人 所以如果健康和健康 健康的健康 都不在乎 病人不會正在乎 长期卧床的爱好婆婆 皮肤敏感 干燥 更需要细心照顾 每一天 护士们都会让爱好婆婆 冲凉 保持卫生 每天早上 夫妹和同事们 都会给不能行动的病人冲凉 这是一件不简单的工作 耗时又耗力 目前 冠名综合医院是少数坚持 天天为病人冲凉的医院 这种基本的照顾 是一定要给他们 这种也是一种 给病人一点点 做人的尊严 如果说他们 看起来比较好看 没有错位这些 我们是认为 他们感受 感觉上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病人 他都已经有很多病痛 而看到自己 昂里昂张 臭臭的 他们 至尊方面 会受影响 李良治医生 是爱好婆婆的主治医生 从爱好婆婆一住进医院 就负责诊治她 和良老先生夫妻俩很熟悉 爱好婆婆一看到她 都会紧握着医生的手 想表达心中的担忧和感受 李医生 原本在一家大医院工作 由于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和自己的病人接触 四年前 他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医院 加入官民综合医院医疗团队 这些年来 得到的是更多当医生的满足感 那也发迫一大惊讶 我弟弟建议得不一样 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感触最深的就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长期病人 他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有很多管子在身体 这边有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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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经过我们一番的照顾 这些管子慢慢就拉出来了 然后病人慢慢就可以讲话 可以吃东西 然后甚至有一些病人 还可以行动 然后家人感到很欣慰 我们也是感到很高兴 爱好婆婆 就是在医生和护士的照料下 打了一场长久的战争 加上每个星期五 还有义工们到爱好婆婆的床边 唱一些她最喜欢听的广东老歌 让她更积极地接受医疗 音乐是打开心房的最佳钥匙 福妹也常常唱歌 给她看过的老人家听 这位老病人是马来人 福妹就会唱一些马来民谣 让老先生高兴 如果有个患者感到疲惯 如果有个患者感到疲惯 我们的医生会坐在她的旁边 聊和她们 聊她们 有时候他们唱歌 唱歌 所以在唱歌、唱歌、創作一些故事 患者每天会在那位女士的参与 最后,如果女士开始领导 就像饮食 患者会想饮食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女士 老先生很喜欢扶妹 病情慢慢稳定了 他无法吞噬药物 扶妹只能把药丸捣烂 盛了水让他服用 尽管这么难喝 老先生还是很合作 乖乖地喝碗 最好的战略是 当我看到病人得健康 如果他们进入疾病 他们不断吃 当他们开始吃 他们会说 我仍然想再一个 那是非常责任的 当病人开始回家 他们会来回家 他们说 谢谢你为我担心 我并不感觉到回家 我感觉到患者 患者会哭 当他们想要回家 虽然当他们初遇见 他们说 他们并不想要回家 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